OK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到我们今天的讲座 讲座的主题是我们DW的专业的文化同学 如何是成为无人车的工程师的 文化是我们第一期无人车课程的同学 然后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后 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应该是拿到了不少面试的机会是吧 而且现在已经有了两个无人车工程师的offer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主要内容 就是请文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WE专业的同学或者是ME专业的同学的话 如果说对于这个无人车领域比较感兴趣 那在我们这个毕业之后 或者说在毕业之前 应该怎么样去更好的准备自己 然后能够进入到无人车的这个领域 然后包括现在这个文车这个行业 现在这个行业 比如说招聘这个工程师 然后对于工程师的要求 大概是什么样子 那文浩同学自己也是有自己 很多的一些这个准备上面的心得吧 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形式 能够介绍给大家 我是LIF的严老师 我们这次讲座会由我来主持 我先说一下我们讲座的提问的方式 刚才在对话框里面 我们的Amy老师已经跟大家打过招呼了 所以大家如果说在讲座中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那大家可以在这个对话框里面直接私信一下Amy老师 或者说大家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加Amy老师为好友 然后你在微信上面直接去提问也可以 然后我们这次讲座结束之后呢 会专门的给大家留下大概十几到二十分钟吧 然后集中的回答一下大家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好吧 OK 这个是我们讲座的提问的方式 然后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文浩同学 文浩同学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是在UCSD 非常好的一个学校的WE专业 然后如果没记错的话 文浩应该是在学校里面就开始 对无人车的这个领域应该是有比较浓厚的兴趣 是吧 自己在学校里面也做过很多很多相关的这种 这个research 或者说做过一些这种project 然后你是毕业之后 然后才参加了来Alpha的这个无人车系统的课程 是吧 然后你拿到offer是在那个课程中间吗 还是结束之后 结束之后 结束之后 OK 那你现在已经有两个了是吧 现在真的准备第三个是不是 对 现在因为那两个都是在国内 OK 然后还是想在美国这边试一试这边的公司 OK 行 那你的经历 你的经历应该来说还是 怎么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段经历吧 所以说你自己肯定也有一些 因为也经过很长时间的准备吧 肯定有一些经验想要 想要 想要 这个带给大家 那我们就先从你的这个经历分享开始吧 好吧 然后有这么几个问题 你可以就是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说就行 第一个就是 怎么会决定进入无人车的行业 然后这个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吧 你之前有对无人车的行业有 有做过什么了解 或者是提前的准备吗 然后真正开始这个准备求职是大概什么时候 然后你觉得在整个的求职的经历的过程当中 那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困难呀 或者是误区 然后最终是怎么样 最终是依靠哪些因素是吧 能够帮助你真正成功的最后拿到offer 对 好 谢谢严老师 首先我觉得我其实可能没有在毕业之前 对这个无人车行业有什么了解 OK 我本科的时候学的就是那种general的那种电子工程 然后研究生的时候选了一个方向 就是偏机器人的方面 OK 但是我觉得那个 我不知道其他的学校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的学校的那个老师 他们可能是因为年纪比较大 然后他们是想要从很底层的那种 偏数学的那种 角度去来给你讲 比如说人工智能 比如说robotics 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平时用的那些教材呢 可能也都是上个世纪的 就感觉会比较老 所以当毕业了以后 就觉得突然要去做一件 就很现代的事情 就会觉得很迷茫 然后也是这个时候 看到了来offer 有推出这个无人车的课 然后所以想要去报名 然后对无人车这个行业感兴趣呢 首先是因为这个行业很新 当你当这个行业很新的时候 其实机会就很多 然后再一个点是 原来的时候有想要转行到那种 software engineer 但是那个时候的动力就不是很大 就因为觉得这个东西 听上去很枯燥 然后可能听很多学长学姐们讲 说做起来也是比较枯燥的 所以这个无人车显然要比那个更有意思一点 然后后来的时候 在找工作的时候 也确实是印证了这一点 因为在国内的时候 那个公司给我offer的时候 就有跟我讲说 你可以每一天都跟着那个车走 就是你自己写的代码 你可以自己下地去实验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OK 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求职 就是其实因为我原来的简历上面 没有很多跟这方面有关的东西 其实也没有任何跟那种软件工程师 沾边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现在简历上面的东西 也依然是这个课的那几个project 然后其实拿面试 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 因为我还没有找那个来offer的老师 帮我内推 也没有找学长学姐 我只是海头 因为现在主要的困难是算法这方面 这个无人车像这个课主要讲的 motion planning这一方面 其实对算法 对于你编程的要求是很高的 它只会高于general self-engineer 而不会低 然后因为我毕业之前 包括上这个课之前 没有任何写 西亚家 没有任何 其实都没有任何写算法的经历 所以现在还在补这一块 然后我觉得可能在场的很多人都比我强 所以 所以这个课能够帮你们拿到很多面试 然后你要通过你之前的 包括未来对这方面的准备 对算法这方面的准备 然后真正的拿到offer OK 就是你之前主要是做robotics的 但这个跟无人车是不是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我相信在座的一定很多同学也都是学robotics 我给大家看很多we的同学的简历都基本上有robotics的背景 那肯定是有的 对那robotics这个方向跟文车你觉得它比较相关的地方在哪里 就对于robotics的同学如果想要进入到比如说文车这个领域的话 它的它有没有一定的优势在哪 有优势就是在比如说Motion Planning这一块 其实不是Motion Planning 其实是Decision Making这一块 那些graph search algorithm 如果做robotics的话 我觉得都应该是有了解的 比如说BFS DFS之类的 这种最基本的 然后一点点的把它往里面加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变成一个你可以实际上在文车上面用的一个算法 所以纯算法这一方面 我觉得如果是对于robotics这方面有经验的人来讲的话 应该是切入会比较容易一点 OK 然后你觉得主要的困难或者是比较难的地方就在于说 还是需要有一些这种工艺界级别的 级别的这种project的经验 然后再就是需要有这种非常非常solid的 suffer engineering这个算法 coding这种能力 对对对对 就是无人车的话 就是说还是一个suffer engineering的这么一个方向 是吧 是 但是如果要是以前只让我写那个代码的话 我可能动力不是很大 但是有了这个无人车 你知道你的那个go 你知道你会做出来一个东西之后 我觉得写码就变得比较有意思 对我来讲 OK 所以说你是把这个我们课程中的这五个project都做完了吗 然后也都写的级下的建立上了 对对 就是感觉做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 非常有成就感 当你看到那个东西在那simulation上面跑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而且在你面试的时候 你去跟别人展示你的这个demo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很自豪 而且他们真的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 因为有很多公司 比如说我刚回美国 我面了一家是做那个street sweeping OK 就是在路上清扫 如果这个东西想要实现的话 其实用我们那个课上面讲的那个pro 课上面讲的那个项目就就可以做到 因为在他那种环境下 路上的路上的车基本上是很少 然后其他的障碍物也都是禁止的 OK 但是我们那个project应该还是做了一些比较advanced的 一些decision making 是不是 是的 我只是说那个第三个project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 OK 那我们这个是一开始的一个总体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中间你找工作的一些细节 然后包括无人车的这个技术站 因为这个也对于大部分的同学来讲 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 是吧 所以说也是结合一下你自己的经验 那么你拿到的offer的话 主要的以后的工作方向 或者说你的target的工作方向是什么 然后无人车招聘的话 主要看重哪些tracting copy能力 技术要求跟其他的 比如说软件工作室 还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拿到的offer也是跟这个课讲的是一个方向的 Motion planning和decision making OK 其他的方向 比如说perception 那种学image processing的同学们应该更熟悉 或者是更觉得comfortable一点 OK 但是其实很多公司 很多无人车的公司招你进去 是以General Software Engineer的身份招你进去 然后你进去以后可以选择去跟哪个组 比如说你像刚才讲的 你觉得图像处理你很有感觉 那你就去perception 然后decision making或者是motion planning 那你就去那个组 或者是control那一组 我觉得意义对于我来讲的话 更多的是给了我很多关于control方面的知识 因为他们希望一个做decision making motion planning的一个engineer 可以具有把你这个算法放到车上面的能力 那你想要放到车上就要和车进行一个联系 那叫control那个车 你要知道油门踩多少 然后方向盘转多少 然后一些feedback啊 然后一些pid control啊 包括一些更复杂的mpc啊 那个呃我们我记得课上也有涵盖 OK 就是他需要的看中的technical能力 就不仅仅是一个方向是吧 然后如果说你有一些we的背景的话 因为无人车本身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体系 你刚才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component 一个是motion planning decision making 这个是核心算法这个是吧 然后还有就是perception 然后再有就是这个control 因为我看到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同学 we的同学 尤其是是在做这个control这个方向 那这些其实基本上都需要有比较强的这个we的背景 对我觉得we你学了肯定是有用会有用处的 但是general software engineer的话 可能用的地方稍微少一点 但是无人车这个行业的话 你会觉得哦很多 比如说这个课上讲的 比如说你未来会用的 工作里面会用的哦 都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对这是意义给你们的 OK 所以说如果有一定的意义的背景 然后如果说又能够达到一个software engineer的 对于比如说program算法的这个要求的话 其实再去找无人车这个方向的工作 其实是应该说是有一定优势 很大优势 有很大的优势 OK 行 然后那我们再来说一下 那你就是准备无人车面试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是吧 大概需要花多少时间 在准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无人车面试需要刷题吗 我知道你现在正在准备是吧 然后然后再就是拿面试机会 因为你好像也拿了不少面试机会 对 然后在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经验或者心得之类的 好 首先准备面试其实在上这个课的时候 前第一个月是我记得是 用一个月的时间给我们讲了私家家 我是到后来因为我上课的时候 其实就孙老师最开始我报名的时候 孙老师提醒我说你的那个coding能力很差 你一定要给了我几个网站 比如说learncpp.com 要把这个网站要全面的过一遍至少 然后我当时也没有听老师的话 然后就直接上了这个第一个月的课 然后当时听的也是似懂非懂的 但是其实我现在回头看的话 那一个月老师讲的其实是很精简的 而且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平时的时候包括你写project 包括你以后在公司都是会用到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要是私家家方面不是很强的话 一定要听孙老师的话要把那个learncpp.com好好看一点 OK 然后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编程语言这方面比较特别 因为无人车之所以用私家家是因为它比较快 虽然私家家写起来会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它放在车上面它占用的资源会少一点 然后有很多无人车公司是在招聘网站上面 指明要你会写西家家 OK 然后有其他公司是西家家或者是python python的用处是在simulation的那个阶段 就是不会有人真的把那个python写的code放在车上 但是在test的那个步骤上面可以写python 但是其实python不是本身也是用西家家写的 所以他们两个本身也是有很大的共同的地方了 有互 所以对相较于general software engineer的话 他对于那个你用的语言是比较要求是比较具体的 就是西家家 然后面试需要刷体吗 我觉得是分两方面吧 像我生的一些 因为我生了很多公司 像生一些小公司 比如说什么叫小 就是规模不大的公司 就比如说20个人到30个人这样的公司 他们可能对于你的coding能力要求没有那么高 反而是对你的经验要求很高 OK 比如说录我的那几个公司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 其实算法还没有 很好 现在也没有很好 但是在improve 然后当时的时候那个小公司 其实就是看我的那个project 就是在这个课上面做的这个 我给他们讲做了什么 然后他们他们对这个很有很有兴趣 然后其实代码也写了很多 那一个project的话可能几百行轻轻松松 然后一共有三个大的 就是三个那样的几百行的代码 所以你也相当于增加了很多的coding的经验 OK 然后小公司的话可能主要看重这个 这种你以前做过跟这方面有关的东西比较多 而大公司的话 像规模达到几百人的公司 我也有面 那面他们的时候实际上就和 general software engineer的面试的步骤 其实是差不多的 就是要做题 OK 对 然后他们会跟你聊一聊你的这个做的东西啊 比如你简历上面写的东西 然后就做题 OK 那这个题目的难度大概是什么难度 题目的难度像我现在做那个来code的时候 medium的难度吧 medium难度 OK 包括我的室友 我的室友前两天去lift面试 他跟我讲三轮面试的题目 也都是medium 也都是medium左右的这个题目 对 OK 然后像graph search啊 比如说BFS啊DFS啊 这种是肯定是要 肯定会着重准备的是吧 你直接跟用到的这个算法相关的东西 是的 然后拿面试的机会我觉得还挺大的 因为我都是海头的 没有人帮我推 然后我觉得 你现在有拿到大概多少家公司的面试 10家肯定有了 10家肯定有了 那就是说现在市面上其实还是有很多这种无论车相关的这种公司是吧 对而且我相信如果要是你能找到对的人帮你去啊不是对的人就是认识的人帮你推的时候 嗯 对面试还是挺容易拿的 OK 所以说现在其实市面上真正就是做无论车行业的公司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是要更多一些 而且职位的需求应该来说也是比较多 我觉得要多的多 因为每个公司它可能大家知道的那几个比较有名的比如说Uber啊Wemo啊 对这种大家都能叫的上来的公司他们其实做的东西是比较高端的 比如说他们就定在Level4 Level4基本上就是可以在特定的道路上不用人为干预 高速或者是什么 然后Level5基本上就可以达到在任何的道路上 所以他们做的这个东西是战线会比较长一点 然后很多小公司呢就也有一些小公司想要catch up的 嗯 像Aurora啊或者是这些公司是想要跟他们正面碰一下的 当然有很多小公司他们他们觉得太难了的话呢 他们就会去找一些下行的一些市场 比如说他们想要做Level3啊 嗯 或者是更简单一些的 OK 然后所以说其实无论车并不是像我们大部分人想象那样 就是必须是达到一个Level4甚至是Level5这种要求 其实还是有很多公司在做稍微低一点的这个Level这个市场 但是就是说他们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商业的用途 然后包括对于这个Engineer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 对主要是对Engineer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因为这个公司你可以把这个市场再细化 比如说像我面的那个扫马路的那个 它就细化到扫马路上面 细化到扫马路上面 细化到扫马路上面 对你可以细化到比如说运货啊 嗯 像 Too Simple Too Simple 对 可以做不同的 你可以只做出租车啊 你像Lift啊 Doordash啊 他们是送 送餐的公司 他们可能就是做 专门从饭店去你家的这种这种固况的 就说不同的用途 不同的这个商业模式下面 其实都有对这个技术的需求 对 不仅仅只是说这个车能够自动的跑 是吧 运货送餐等等各方面 扫马路 这个都需要这个方面 对 OK 行 其实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因为我之前也是 感觉无人车是一个比较特定的 这个一个行业 或者说特定的这个一个领域 但从现在来看 因为现在至少 其实我接触过 比如说北美这边 包括国内的这些无人车的公司 可能至少都有四五十家 说得上 对 而且每一家基本上 都是在非常饥渴的在招人 就这个领域里面的 这个应征业 真正合格的这种 high-grade的应征业 其实还是比较少 是吧 是的 因为包括我面试的那几家公司 其实 怎么说 无人驾驶 一般我看新闻上面讲 原年是2016年 现在是18年 其实是很早很早 OK 然后 有很多这些已经在公司 比如说面试我那些工程师 他们最开始进这个公司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的无人车经验的 OK 他们当时只是说 我私家家写的好 我就进来了 然后就摸着石头过河 跟着公司一点一点的去摸索 OK 感觉很像是这个internet 刚刚开始发起的时候 对就很像 就是基本上 只要你会写代码 你可能那个时候 你就能够去一些非常好的这些大公司 现在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对 OK 然后你现在是已经拿到了两家的offer是吧 然后你当时是灭了几家公司 你感觉就是这些无人车公司 他们面试的风格内容上的区别大吗 然后 好 好 其他的我不能讲 我只能说我面的那几家 我在北京面了三家 嗯 一家叫Momenta 那家的规模大概是有600人 哦 那个应该是现在比较好的一家公司 是吧 对对对 然后进去的时候呢 首先是一轮店面 嗯 然后店面过了以后他就 呃 让你来公司 然后 当时是两轮 第一轮的时候是 让我给他讲一讲那个做的东西 就是客上的那个 我给他demo了一下 嗯 他是有视频的就是 怎么讲 那是一个simulation 就是你会 在一个那个平台上面 会看到有一个车在那个路上走来走去的 嗯 不是走来走去 就是按照你规划的那个路径去走来走去 OK 所以就很就很直观的 就他们一眼就能看上来 哦 你是在干嘛 你是在干嘛 然后你再给他们讲这个东西背后 用的是什么算法呀 用的是什么 是怎么写的呀 对 所以聊了以后呢 他就好 那就做一道题 然后第二轮的时候就 又做了一道题 嗯 所以像就像我最开始讲的 就是像这种规模比较大的公司 他一是对你的这个经历感兴趣 二是对你的coding能力 也比较感兴趣 后来的时候面 两家稍微规模小一点的 但是我觉得也很厉害的公司 呃 比如说何多 何多的那个ceo 是被称为中国无人驾驶第一人 然后他 他是原来是在百度 然后自己出来 然后现在公司规模可能三四十个人 但是他们也是在广泛的推广 不 是在广招人的一个阶段 然后当时他们就是其实就没有让我写多少code 他们只是让我implement一下 呃 A star的那个算法 嗯 就是我做那个decision making的时候 用到的那个算法 OK 嗯 然后 另一家公司也是差不多的 也是指问了 project的相关内容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把那个project写好的话 嗯 就已经可以拿到offer OK 你要是想要去更 更大的平台上面的话 那就要做做一下更多准备就要做题了 OK 然后那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在跟文车的公司面试的时候 除了算法coding包括项目 然后跟面试官交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嗯 交流的话就是你要把你的这个做的东西讲出来 嗯 我觉得这个课因为是呃 是美国人来教嘛 是全英的嘛 所以对于这方面是很有帮助的 比如说像车上的很多元件 比如说踏板啊 然后或者是气缸啊 这种的英文词 呃 这个我们的那个Jonathan老师都会 都会平时的时候也都会说 所以你如果有心的话 你就可以哦你就知道了哦 这个踏板叫什么 然后呃 其他的那些车的元件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老 我们老师原来是一个赛车手 他也是非常喜欢车 他在跟你讲了这个的时候也是非常很有激情 OK 然后就是要有激情 而且要这个表现出来自己的这个激情 所以对于无人车其他的方面也得也得多少有点了解 是吧 能够跟对于很好的这种互动 对就是在跟美国这些公司讲的时候 就就很自然的你平时就很自然的会说出那些词 OK 就呃大家就觉得呃这个人还就他是他不是一个纯写代码的 他是能够把这个代码和这个和这个东西这个无人车结合到一块的 嗯 所以我觉得me的同学就这方面也会很有优势 OK me的同学在这方面应该是特别有优势 对对对 对于这个车的了解应该比我们都要 对然后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张那个张大德老师就是这个课的那个主角老师 嗯他真的是对我帮助很大 因为我当时的那个技术很差嘛 嗯 然后当然苏老师包括员呃呃员老师大家也都在帮我 嗯 然后呃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时做那个project的时候 呃因为我写的很慢 首先CR加写的很慢 然后在那个平台上面ROS上面也也是原来都没有见过的就也就写的很慢 嗯然后平时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也毕业了也没什么事 然后就一写都写到凌晨两三点 然后我就习惯于哦今天可能两三点的时候卡在一个问题上 我就我就给那个张大德老师写一封email 然后我就去睡觉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那个张大德老师是在那个匹斯堡嘛 然后他们比我们每期时间要快三个小时 所以我一般呃早上六点的时候 他那边九点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个特别长的一个email OK 就给我讲说你要不试试这个要不试试那个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可以接着写 然后就这样每一天都这样 然后张大德老师也每一天都回我 OK 他也不觉得烦 然后在他帮助下才把那个项目做出来 OK 就是基本上参加这个课程的同学最后还是一定能够在老师的帮助下 然后把这个项目能够完成 然后这个也是你在面试里面考察的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 重要的这个部分 是吧 OK 然后嗯 在面试中求职中总结的有常见的误区吗 或者你看到其他的同学也是在准备比如说无论车的呃 这个面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常见的误区 以及怎么去避免这些误区 误区对于我来讲肯定就是不刷题肯定是不行的了 coding部分是吧 coding部分肯定是要你要不仅要达到software engineer general software engineer的水平 你还要高于他们才行 OK 其实你高于他们的部分就是 呃 无论车的部分 对无论车的部分 对 OK 所以对于这些什么pass planning decision making相关的这些AI的算法做得很熟是吧 这是经常考到的东西 对我觉得 嗯 我觉得我现在如果要是说比其他的那种 呃 software engineer多的地方 其实就是这个课这些东西 嗯 其他的我觉得 嗯 我可能还不如人家 肯定是不如人家 也不要这么谦虚是吧 嗯 基本上 基本上反正就是说你要去找一个无人车工程师的工作的话 首先第一点 无人车的工程师他是一个software engineer 嗯 是吧 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 对 然后在这个技术上 你还需要有这个比一般的general software engineer有更多的 嗯 专项的这个呃知识体系还有这些技能 嗯 就比如说 这个领域相关的 对就比如说一个呃 软件工程师说我CIR写的特别好 嗯 那公司肯定觉得我们这些代码其实都是用CIR写的呀 那你肯定来是比较好的 嗯 但但你来了以后他要可能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去给你培训 嗯 两三个月的时间让你和这个team的那些其他的member在一个on the same page 嗯 就呃说白了就是这些车车这方面的东西 无人车这方面的东西 嗯 然后如果要是有这这方面这个课讲的这些经验的话呢 那个公司就不用花这几个月的薪水去培训你 所以我觉得反正反正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的我不知道对不对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有这些经历的优势 嗯 ok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愿意去给你这个面试让你试一下的原因 ok 嗯 嗯 我觉得文浩这个提的这一点其实都特别特别好 其实有很多准备software general的software面试的同学其实也都会有这些误区 是吧 但是关键就是说在准备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步一步的发现自己的误区一步一步发现自己不足的地方 然后把这些地方能够补充 然后能够真正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那准备肯定还是需要有什么一个过程 那你整个准备的时间大概花了多久 首先上课呢四个月真的是到后来的时候写那个东西写的 花的时间很久但我觉得很值得 嗯 然后毕业以后就投入了两个月吧到现在为止 嗯 然后我觉得现在比较有信心了 然后也想在最近试一些那些比较有名的公司 比较有名的公司 OK 所以就是说整体上来讲的话 除了上课这四个月之外 你自己其实也还专门在准备大概两个月时间 那是因为我那个底子真的很差 我相信大家底子比我好的话肯定就不需要 OK 就是说如果是底子比较好的话 那参加这个课程 下完这四个月的课程能够完成这些大的project 如果说自己本身这个算法扣了这块也没问题 那基本上就应该能够至少像你一样能够拿到这十几个面试机会 是吧 肯定了对 OK OK行非常感谢文浩同学 然后最后然后有没有什么 呃再稍微总结一下吧 就是对你的学弟学问 因为你现在也算是一个呃 也现在应该算是毕业的同学 然后也拿到offer了 也现在已经成功了 应该说一大半了吧 对吧 当然你现在目标更加明确 也有更高的目标了 那么对于比如说现在还在学校的这些 W的同学或者是ME的同学的话 呃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求职的建议 我觉得像建议的话 嗯 我最开始来美国的时候来UCSC的时候 我是不希望编程的 嗯 然后因为呃我对 我是绝对不想要写代码的 所以一直都在回避这个事情 然后直到毕业了以后才发现 其实不是才发现吧 就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你想要把你的一些idea 从你的idea变成现实 是需要这个是需要你把它用计算机的语言写出来的 因为这些活这些计算的活给计算机做是比较呃有效率的吧 嗯 所以呃建议就是大家还是不要回避说这个编程这一方面 如果你要是能找到兴趣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无人车其实是个很好的点 就你通过这个找到了你一个让你编程的一个兴趣 然后你继续放下做下去 其实编程还是挺有乐趣 我真的是这么觉得 ok 那有很多事情是你要真正开始做才能真正发现他 对 做出来才能产生兴趣 因为你能够真正做出来一个能运行有实际功能的东西 是吧 嗯对 我自己也会比较有成就的 是的 ok 行 然后呃 那我们今天讲座内容差不多就到这 然后非常感谢文浩同学的分享 我觉得今天这个讲座的内容特别特别有价值 尤其是如果说在座有这个we或者是me同学的话 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信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提问 然后如果现在大家还有提问的话 也是呃 通过注目对话框私信给我们的课程 老师emmy 或者是这个直接扫码加我们的emmy老师为好友 都可以发送你的这个私信的提问 然后我们马上就会再花大概十几或者二十分钟吧 请文浩同学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好吧 我觉得我刚才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基于我自己的经历 基于我自己的理解不一定是对的 嗯 对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对 基于你自己的理解 其实你也代表了很多就是应该来说在这个领域里面的同学 是吧 嗯 所以这个整个的内容来讲的话 其实这大家都有非常强的这个借鉴价值 嗯 行 在提问之前呢 我先稍微的介绍一下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的无人车的系统课程 这个也是刚才文浩提过的那个四个月的一个强度非常高的课程 10月15号周一晚上7点钟会正式开班 那这也是我们第一节这个试听 啊 这个课程呢是针对这个Motion Planning 还有 Decision Making 这部分 那这个也是无人车系统里面最关键最核心也是文浩 现在正在做的这个领域吧 这个部分 啊 你在课程当中的话 整个的课程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非常非常系统强化的训练啊 cover到这个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无人车工程师 你需要掌握的技能 需要掌握的编程的能力 需要掌握的这个project各个方面 会完成五个大的这种工业界级别的 针对Motion Planning的这种project 那这个也是刚才文浩提到过了 那整个的课程的话 四个月的周期强度非常大的原因 就是希望能够从这个 嗯 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 能够让大家真正把整个的非常solid的知识体系 还有动手能力完全的培养出来 如果说整个课程能够真正完成 然后也这些project也都能够做完的话 那基本上就能够达到一个现代业界 对于一个 比如说对于一个Motion Planning 或者Path Decision Making Soft Engineer的这么一个要求 OK 所以说这个WE的同学和ME的同学 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无人车的这个领域 那现在这个应该也算是在AI界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 机会也是越来越多 那基本上现在我们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很多无人车公司 他们需要这个高水平之类的这种需求 那我们这个课程也会跟很多无人车的公司 有这种应该说有这种联合协作的这种项目 我们后面也马上就会推出 比如说跟Deep Map 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合作的项目 大家做完了这个项目之后呢 基本上是有机会能够直接拿到这些我们这个公司的面试的机会 OK 那么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期课程 然后视频前报名的同学可以享受200美元的优惠 如果说在座已经有我们 之前已经是WIFER期间课程的学员的话 你如果报名这个课程是可以享受2000美元的优惠的 那这个基本上也算是我们第二期的一个 对于之前老同学的一个非常大的丑民吧 然后如果说感兴趣的同学 报名可以联系 或者说加我们这个Amy老师的微信来进行咨询 所以大家可以加一下Amy老师的微信 如果感兴趣的话 或者说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文浩同学 可以帮助大家回答的一些问题吧 老师我还有一个事情想要补充一下 嗯 就是还是那个张大森老师 嗯 他到课程结束的时候 他帮我改简历的时候 他是用 他是把那个简历把我的简历打印出来 然后用红笔用蓝笔用黑笔 三种的笔在上面圈圈画画 就基本上把每一个他觉得 不是特别符合美国人这方面的 嗯 怎么说呢 习惯的一些 语言习惯的一些点 对对 而且而且不是那种简单的那种语法 其实语法倒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主要是 比如说你写日期的时候 那个他说美国人不习惯看 比如说你12月写成12 他要你写成DEC December缩写 然后他就帮我把这些东西都改了 然后包括一些 比如排版的一些问题 因为他说有很多面试官 他习惯于把那个你的简历打印出来看 嗯 然后有的时候你在那个PDF上面看的是好好的 但是你的那些比如说边界啊什么的 就比较窄啊或者是怎样 他也都会帮你讲 就讲的非常就帮你改的非常细 OK 我觉得对他真的是 但是他真的是很尽力在这个事情上 对我们每一位老师都非常非常尽力 而且是每一个细节 不光是就是提升你的能力啊 提升你的技术啊各个方面 而且最终 最终为了让大家能够拿到一个呃 比较好的offer的话 那你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不光是改进你 包括跟面试官沟通啊 包括这个Morganity 这个都是整个我们课程中会提供给大家 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些 能够对大家有一个非常大的 真正的这个帮助是吧 嗯 还有还有呢 严老师的那个Mock Interview 也是非常一针兼血 OK 没关系 我们过两天还会再进行一次 争取看看能不能再拿到一个更好公司 哦对 然后对 然后说到这个严老师 那个Aurora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根本就没有升这个公司 但是课程中的时候 两家公司 一个Aurora 一个GM Cruise 他们的那个HR 来我们课上也是进行一些宣讲 嗯 就讲一讲他们目前招人的一些情况 然后他既然来了 就说明他肯定是想要招嘛 对 然后张 嗯 张亚腾老师直接把我的简历就 给那个Aurora 然后在我没有申请的情况下 他的HR主动联系我 OK 然后安排一些面试啊什么的 我觉得对 OK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整个课程 其实还会跟很多这种无人车相关的 这种公司其实都是会有合作 包括他们的这个HR会过来做宣讲啊 然后甚至是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些这个project 然后以及直接收取优秀学员的简文 对 行 那我们还是进入到我们的Q&A的环节 好吧 第一个问题 无人车的岗位对于软应接的背景要求 具体是什么样的 这问题感觉有点宽泛是吧 嗯 我有看到比如说是对GPA嘛 嗯 GPA 他应该说的是对于软硬件的背景要求 无人车的岗位对于软硬件的背景要求 具体是什么 我想这位同学可能问的是 要软硬件有哪些这个背景啊 我懂 我懂 那就是要看你做哪个方面了 比如说是做偏control的那边 那就肯定是要 ME的背景要更重要一点 嗯 那要是做motion planning这方面 decision making 那肯定就是偏软件这方面要求要更多一点 ok 嗯 对 如果做perception的话那就是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是吧 对的对 competual vision相关的要更多一些 是的 然后还有什么其他方向 你叫鬼神吗 integration的话 embedded system embedded system embedded system 就是软硬 也是一个软硬结合的东西 对 对 然后第二个问题 想问一下学长 不同职位的基础面是会有不同吗 非sense专业应该如何准备呢 嗯 比如说control和motion planning的基础面是会有不同吗 这肯定会有不同啊 是吧 嗯 嗯 我觉得嗯 对 这个课上面主要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讲motion planning decision making这一块 嗯 可能control呢 或者是perception这一方面呢 只是略略讲 嗯 但是如果你想要深入去去学的话 网上有很多资源 比如说你google一下 就 如果你想找那方面的工作的话 你想要把你的那个怎么说toolbox更更拓宽一下的话 那你就要自己花时间去学 OK 嗯 然后非cs专业如何准备的话 嗯 首先是这些知识吧 这些 嗯 比如说现在state of the art 比如说每个公司都在做的那些在用什么方法做 比如说我知道国内像百度系的 他们的做法呢就是 嗯 基本上把所有路面上的情况都考虑进去 比如说 嗯 这个意思就是他们会派人每天跟着那车走 然后去test我现在已有的那个软件 比如说我遇到了一种特殊情况 就是我右面的车突然并过来 嗯 然后我需要人为去干预了 就是软件没有做任何事 软件fail了 他那个上面的那个 嗯 工程师呢就会把这种情况记录下来 然后回头的时候在code里面 后面加一个if else 嗯 嗯 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我要进行一个什么什么处理 嗯 就是很多传统公司是这样这样做的 然后有一些新兴的公司呢 他们为了去catch up呢 赶这些呃就是老牌进旅的进度呢 他们会用比如说时下更火一点的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这一方面的 嗯 就不是在用这一个一个case去决定你的那个车的behavior 而是像像他有像他有大脑一样 就他train了很多data 然后他自己去学习 嗯 这个呢就会比较难一点 我也不太确定能不能做出来 ok 但是嗯 值得一试 ok 然后如何准备如何准备的话呢 那如果你coding背景比较弱像我一样的话 那我们就好好的呃做做题 因为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是你就你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嘛 那就做就好了 反正过程是比较呃枯燥一点 但是 对应该说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枯燥 但是这个慢慢就好 嗯慢慢就好 你就会觉得越来越有意思 是吧 对能够解决一些真正实际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看着自己能够操纵的这个无人车 能够在这个Ross系统上跑出来 这个还是很有成就感 是吧 嗯 ok 然后第三个 美国的无人车都是该怎么准备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美国的无人车 我觉得其实我们国家的那个无人车公司 也不差 就是国内的和国外的 其实不是说是因为是一个是美国的公司 一个是中国公司有任何差别 而是说这个公司规模 ok 就还是我觉得还是这样的 基本上对于 就基本上对于面试中考察内容来讲 其实并没有什么海大区别 对吧 只是这个 对 只是这个公司的 这个scale 可能美国这边的公司 现在说的可能比较大一些 更加有名的一些 国内的公司 其实非常非常多 但你其实你提到的 比如说像2simple 这个应该也算是很大的一个公司了 包括那些比较差 是的 对 这个也都是现在比较火的几个公司 所以可以这样认为 就是小公司更看重于你的经验 大公司更看重于你的coding 嗯 ok 行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四题 一般的东西 entery level new grads 有什么要求的能力 这个应该是 特别有感触的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团阵 最吸引人 是吧 我就是entery level的new grads 我觉得要求什么样的能力 真的就还是那样 就是如果是小公司的话 你可以直接拿着你的那个做好的 项目 直接去敲门 嗯 我觉得他如果觉得和他们的那个 和他们的业务很像的话 他们就会直接录取你 ok 大公司的话 他们可能 嗯 你有这个东西肯定是很加分 嗯 但他们还是更希望能看到你 嗯 就 就能够 coding更强一点吧 嗯 ok 因为我觉得老师 我觉得那个大公司 其实他做这个motion planning的这个人 他都已经招好 他实际上希望你去 作为我们new grads来讲的话 你的经验肯定是不如人家的 嗯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general software engineer 进去分组 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嗯 ok 所以说反正就是还是得先拿到 general software engineer的这种能力 是吧 能力 如果是对于大公司的话 他可能更看重的是你这种general的能力 对 然后你进去的话 其实有希望能够分配到不同的这几个方面 但对于一般的中小公司 比较多的这些中小公司来讲的话 那你自己自身的背景 你做过的pro这个相关性还是非常非常重要 嗯 我觉得现在有背景的人 就是有这方面从业背景的人 要不然就是phd 嗯 就是那种已经在学校研究很多年 ok 然后或者就是 因为它是16年的时候 这些公司才像井喷一样的出来的 嗯 所以你再怎么有经验 也就是两三年的经验 也就是两三年的经验 对 ok 嗯 那第五个 这门课需要有什么先修知识要求吗 project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在上面 ok project的话真的是因人而异了 嗯 我我我记得我们班有很多 呃coding特别强的朋友们 他们其实做的是很快的 像我的话就做的很慢的 那我的话 那我就给大家一个简单的 就像我这种呃上课之前 没有CR加coding背景的 我在project345上面可能各花了 要有超过 如果按每天六个小时算 十天六十个小时 六十个小时 六十个小时的工作量 ok 那这个应该还是蛮大的一个project 很大 我觉得 嗯 因为你要你要你要学很多 嗯 嗯 ok 这门课需要什么先修知识要求吧 就你说的那个CR加是吧 对啊 CR加最重要 CR加最重要 就先把LearnCPP 先给LearnCPP做个广告 对 先把LearnCPP先自己都看懂了 然后基本的CR加语法用法什么的都掌握了 是吧 对 然后再来上课程 那后面的这个project 包括加加一些针对project的高性能的一些用法 那这个就是我们课程里面要讲的重点 包括这些主要的比如说DF的DF的这些算法 都会在课程里面去看 所以如果说一定有什么先修知识的话 那就是先大概了解下CR加最好 是吧 对 ok 然后再来看一下 如果不是异议或者硬件专业本科比 数学统计比 是否有背景竞争的压力 我想这个文号有没有这方面的了解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无人车这个东西 可能我们没有见过 但是我们肯定知道就是它是干嘛的 就是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就无人车嘛就是没有人 然后让这个车在路上跑 所以你知道这个的前提下 你做的每一件东西都会 嗯 就怎么说呢 你做的每一件东西都是比较实体化的 嗯 就你知道你在干嘛 然后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 就 我想说的意思是这个东西挺intuitive的 就无论你是什么背景 呃 你都知道这个东西在干嘛 然后如果你上课的话 老师会告诉你说 想要达到这个目的 你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 其实什么背景都可以 入这个行 都可以入这个行 是吧 只不过是你需要做 还是比较solid的准备 对 我觉得它是一个 嗯 老师您讲 对就比如说 因为无人车公司的话 那这个其实你就需要准备两方面 嗯 一个是general software engineer方面 还有就是无人车的专业的 专项的 这些knowledge based技能 这个方面 所以 其实数学统计的同学 如果说你之前做过一些 比如什么是learning 或者deep learning的话 嗯 其实你入 你入无人车这个行业 其实也 并不是那么的困难 因为这个motion planning plus decision making 就是这些 其实也是无人车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是吧 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向 嗯 说这个perception 那这个如果说你有deep learning 或者是computation 的这个背景的话 那这个其实更加符合一些 嗯 OK 如今当今意见 你们对new guy的要求是什么 哪怕的课程会cover 那些核心技能的培训吗 会的 我觉得 我觉得来offer 那个课上面的一个一个点 就是在对应这些公 这些公司那个job description 上面的一个一个点 嗯 就之所以能拿到那些面试 也是真的是 那些点 我觉得在简历上面都有覆盖到 所以他们才会给 OK 对于纯CS科班同学 找无人车工作室的职位的优势 劣势在哪里 优势 我觉得只有优势 没什么劣势 只有优势没有劣势 对 嗯 优势肯定就是你的coding啊 你的那个 嗯 因为你实现这个事情是要你写 写代码来实现的 嗯 所以你知道怎么写代码 你 你只需要知道怎么实现就好 嗯 OK 请问你拿到offer的title是什么 工作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title就是路径规划算法工程师 然后 国内都叫什么算法研发工程师 对的 对的 路径规划算法 OK 然后工作的内容呢 他跟我讲的就是你可以白天在车上 然后下午啊或者是晚上回来 然后你去改你的代码 嗯 哦 OK 所以说还不是像一般的suffer 真的那样 对对对 坐在办公室里 你还有机会是 你是你是坐在就是无人车上面吗 就跟着车跑 对可以 哦 那这个我觉得还挺有吸引力的 是不是 超有吸引力 OK 然后如果面试的是国内公司在公司 该公司的硅谷有office 有机会在硅谷工作吗 这个你了解 有的 有的 我最开始的时候回来这边生了一个SAIC 后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是上汽集团 OK 他就是在对三号C这边 OK 行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可以给大家回答一下 因为刚好 Lelfer自己本身跟现在很多的我们车公司 都有这种合作的机会 我好像那个Deep Map 然后包括这个百度温车景池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图森 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那前面也是我们帮他们都做过这个 招人的这个嘉年华的活动 对 然后基本上现在的趋势是所有的这种无人车的公司 基本上他们在北美都有自私的office 而且都是不小的office 然后现在这些office 基本上也是处于这种刚刚开始组建的阶段 所以其实都非常非常需要人 但是他们那个职位或者招人 基本上国内跟国外是分开的 就是你面试的公司是国内的公司 就没问题 但是你要面试的职位是他们在硅谷这种职位就可以 而且现在这些公司 确实就是各个office 基本上都是在不停的都在招人 都在这个不停的扩充 所以现在来看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加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的话 对 OK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OK 那我们的Q&A环节差不多就到这 今天刚好是一个小时 非常感谢文浩 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参加这个讲座 特别感谢文浩针对自己的一些经历吧 给大家带来一些自己的一些心得呀 体会 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个很大的帮助 好吧 感谢大家 感谢严老师 让大家加油 我也加油 OK 大家一起来加油 然后大家如果是对于我们的文车课程感兴趣的话 可以扫一下我们Amy老师的这个二维码 来进行这个咨询 如果说想要获得更多的这个业界科技界的一些求职 相关的一些动向 一些很好的信息 那大家也可以扫一下这个Lineoffer的公众号的这个二维码 那在我们的网站和公众号上都会不断的去推送很多很多 当然不光是无人车这个方向 General的SDE Sober Development 然后包括AR数据科学方面 我们都会跟紧跟着现在这个技术的潮流吧 也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免费的资源给大家 希望能够真正帮助到大家能够进入到这个科技的这个 大的这个工业界里面来 OK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先到这 非常感谢文号 也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我会把这个二维码在这留一段时间 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一下这个二维码 好吧 并 therefore 希望能够Т充 带了个程路 是很好的 推定 非常的推定 在带光